我们听过一个成语 叫抛妻 弃子 有些男人 他会抛妻 但他不会弃子 所以说我根本不相信什么鬼迷心窍 这人本性有问题 视频中这个男人名叫小雷 他到底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 竟导致涂雷老师大骂他没有人性呢 事情经过还要从妻子小友的口中得知 看到他跟那个女人比较亲密的在KTV门口啊 比较搂搂搂啊 而且在有一次的饭局上面呢 就听见别人在叫他旁边那个女的叫嫂子嘛 我当时就觉得好心叫 他解都不解释一下 他说你怀孕了 我在外面有个女人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位男人 小友与丈夫小雷结婚已经十年 起初两人的感情十分恩爱 可就在小友怀孕开始 丈夫就变得早出晚归繁忙起来 原以为是因为有孩子而导致她压力大 可不曾想丈夫竟趁自己怀孕期间 与其他女人猪胎案件 这让眼里柔布的沙子的小友 果断与丈夫办理了离婚 离婚后没多久 小雷就又后悔起来 但已经被伤透心的小友 却不愿答应 可耐不住小雷的死缠烂打 她只好求助到节目组 希望可以借此摆脱丈夫的纠缠 刚一上台小雷就真诚的认起了错 对于丈夫小雷的忏悔 小友生气的说道 丈夫现在知道请求她的原谅了 既然早至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当初她不也是头也不回的 就跟那个女人走了吗 说着便提到了丈夫 在她运期出轨的事情 回想起以往生活的艰辛 小友感叹道 当初两个人在一起时 是那么的不容易 不仅要白手起家 从头开始创业 晚上还要摆地摊来赚取外贯 其实在他们穷困潦倒的时候 丈夫对自己也曾是温柔体贴 慢慢的随着生活好了起来 他们也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可就在自己怀二胎的时候 丈夫却在外边有了婚外情 然后小友便说到了 他是如何发现这件事的 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嘛 就是平常也经常一直在吃饭啊 也是都是做生意的嘛 跟他也会有一些应酬上的来往 后面那个朋友的老公 就看到他跟那个女人 比较亲密的在KTV门口啊 比较搂搂搂搂啊 而且在有一次的饭局上面呢 就听见别人在叫他旁边 那个女的叫嫂子嘛 我那个朋友 他肯定会跟他老婆听嘛 那作为我们都是女人 他肯定会就是说 我的朋友就会提醒我 就是怕我吃亏嘛 他就告诉我 他说你留心一下你老公呢 好像听见别人说 在外面有女人 听到朋友的话 小友的第一反应并不是去怀疑丈夫小雷 相反他对丈夫十分的信任 毕竟他们已经结婚了十年之久 于是他便趁丈夫下班后 向他询问了此事 可没想到 丈夫的反应竟异常激烈 不仅把小友的朋友痛骂了一顿 甚至把电话都给摔烂了 丈夫小雷的勃然大怒 使得小友认为 朋友所说的事都是子虚乌有 一切都只是误会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事实的真相是如此的残酷 但是我有一次也是晚上起来 上洗手间就觉得 那时候怎么有打电话声音 我肯定就说 吴依旧就开门过去听一下 但是当我一进去 他就把那电话给按掉 他说是一个朋友刚刚打完电话 我说难道我也不能听吗 他当时就跟我说 他说打完了 那我心里就开始起意心了 从那个时候 后面隔了一段时间 他的手机正好坏掉了 坏掉了就要去维修 然后他就没有别的电话号码 就留了是我的手机号 留了我手机号那里维修好了 就说你的手机收好了 要我老文过去拿嘛 我就过去给他去把手机取回来 取回来 当我拿着手机在手上面 就很多那些口口的信息呀 就比较暧昧 而且都是来自同一个人 当时看了好多条好多条 我当时就觉得好生气 我就问他手机上面怎么回事 我说你给我解释一下 他解都不解释一下 他说你怀孕了 我在外面有个女人 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位男人 面对如此确凿的证据 小友也不得不相信 丈夫是真的有了心患 他本以为本以为 丈夫会低头认错 却没想到 丈夫小雷竟还态度强硬地表示 这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 小雷的话让妻子小友火冒三丈 一气之下 他便打了丈夫一个耳光 从此之后 小雷便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个家 听到妻子小友的话 小雷愧疚地说道 千错万错都是自己的错 他已经知道自己当初是多么的混账 所以想请妻子给他一个弥补的机会 那么小友到底会不会原谅丈夫的所作所为呢 对于丈夫小雷的真心悔过 小友显然没有听进去他的话 继续数落这丈夫曾经犯下的罪证 他直言 其实自己当初并没有想直接和丈夫离婚 因为他们不仅有一个女儿 自己的肚子里也还有一个孩子 他很害怕不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可让人没有意料到的是 丈夫小雷却丝毫没有和自己交流的意思 更过分的是 他没有留丝毫情面地把所有的钱都给转走了 小雷的做法不得不让人感到火大 难道他就根本没有想过 身无分文的妻子和孩子究竟会怎样生活吗 小友也承认 正是因为丈夫的绝情 才让他下定决心要和丈夫离婚 听着妻子小友伤心地叙述 小雷再一次表达了自己悔恨的心情 不管你是打我还是骂我 就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看这小孩到这儿 现在就只在小孩了 听到丈夫的道歉 小友却突然气愤地控诉起来 丈夫完全是因为 看到他又生了个儿子才回来的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当初第一个是个女儿 他们家里就觉得好像是那个女儿没什么用 就是说要是儿子 当时他妈妈月子都没照顾 就回农村去了 然后他说要不要多想 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好人家思想成交 是啊 那个时候我也听到他的话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感情挺好 我觉得只要老公对我好也没什么的 后面我怀第二胎 我家伙也挺高兴的 就赶紧过来照顾我 但是后面他一过来照顾我了 觉得我怀孕的那些症状啊 那些呕吐的现象啊 跟怀女儿那个时候是一样的 他就觉得肯定这个肚子里面又是个女孩了 就不怎么乐意了 就不高兴 然后他也是一样的 原来小雷和他的母亲思想都比较封建 导致他们家非常重男轻女 看到小雷第一胎是个女儿的时候 就十分的不高兴 更别说后来小雷怀第二胎的时候 看起来也不是儿子了 小雷表示 在他怀二胎时 丈夫因为以为又是一个女儿 根本就没有关心过自己 那么小雷难道真的是看到妻子生了儿子 才决定回来找他复合的吗 这时主持人向他们提出了几个问题 他第一胎生的是个女儿 这个在你心里有芥蒂吗 说实话 今天咱们说实话好不好 说实话没有建议 你们离婚是在他孩子 就是第二个宝宝多大的时候 那时候第二个宝宝 还在怀孕 还在孕期 那他怀着孕怎么好意思离呢 是我提出离婚的 你就走了 那他生完孩子 你过来照顾他了吗 没有 那时候不是 一死鬼迷心窍 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想看见他 你承认那个时候是鬼迷心窍是吧 对那时候加之外面还有 有个 有个女人在一起 所以就做出了最浮渡最浮渡的事 什么时候你发现说 这个女人才是你的爱 那个不是的 自从离婚分之后呢 那个女人呢 就是说 只想得到我的钱 不是真心爱我的 在主持人的提问下 小雷坦言 其实 他自己并不介意 妻子到底是生男还是生女 反而他很疼爱自己的女儿 还经常跑去学校看望孩子 但后来他才慢慢发现 外边的那个女人 只是图自己的钱 并不是真心实意 和他生活下去的 所以他这才幡然醒悟 离开了那个女人 回来寻求妻子小友的谅解 说到这里 小雷再一次表示 这一次自己是真心醒悟 希望可以和妻子小友好好过日子 也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咱俩现在女儿儿子招咬了 就是说毕竟血流于水 我想给孩子一个更完整的家 以后不会再 保证保证以后再也不会 小雷的一番话真知诚恳 但妻子小友却认为 丈夫以往的做法实在是伤透了他的心 不然他也不会毅然决然的和小雷离婚的 说到这里 就连主持人也不住的赞叹 小友真的是一个独立自强的女人 其实今天从这位女性来说 我觉得特别独立 而且她在这个选择上面 还真是 我看她那个时候的选择 我觉得是对的 是正确的 既然你出轨了 既然你心已经不在了 既然你不再爱这个家了 她选择了一个特别独立 而自尊的方式 那就是我们俩离婚 我来带两个孩子 一年之后 男人开始悔悟了 而女生站在了生活的十字路口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主持人的话说的对啊 俗话说 糟糠之妻不可继 贫贱之交不可忘 小雷却不仅被盼了 陪她一起打拼的结发妻子 还把两个亲生孩子抛出脑后 全然不管不顾她们 孤儿寡母的死活 这换作 谁身上估计都忍受不了 可现如今 面对丈夫小雷的猛然醒悟 小友却不知道 到底该不该原谅她了 事情发展到这里 一旁的嘉宾老师们 纷纷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她经历的事情跟你一模一样 在他们儿子很小的时候 她也发现了她的丈夫 有另外一段情感 她也当时当机立断 一定要求跟她丈夫离婚 当一年过后 她的丈夫再次回来 也就是应该前夫 再次回来找她的时候 跟她讲 我现在觉得我选择错了 我想跟你在一起 她没有立刻答应 而她是给了她们之间 一段选择期 也就是在经过一年的恋爱过后 我说这个恋爱就是她的前夫 再一次的回来 经常看她 跟她在一起 不管是约会也好 两人谈工作也好 然后陪她的儿子玩也好 她们经过一年的时间 她看到她的前夫 真的是改了 所以她们选择又继续在一起 现在又继续生活了四五年 而且的确非常的幸福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内心当中 对这个男人 至少你还认定 他是一个真的有责任的人的话 不妨给你们一点时间考验 一年也好 两年也好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再次担当起做爸爸的责任来 在小鹏老师看来 如果小雷是真的痛改前非 并保证以后不会再做类似的事的话 其实小友可以试着去接受她 并且在这段过程中 认真思考丈夫是否是真心悔过 假如丈夫小雷真的喜心革面了 并且能够承担起一个丈夫的责任 那么到时候再原谅她也为时不晚 这样反而可以给孩子们一个更加安稳的家 可对于小鹏老师的建议 已变得马丁老师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好好的人为什么会被鬼迷了心窍呢 然后迷了以后呢 就变得六金不认 我就当时呢 就是说是那个 然后我们俩一件 这个鬼究竟是那个女人呢 还是你自己呢 是自己内心的鬼 在外面沾发惹吵 你还都挺明白这些道理 鬼一定是自己心中的欲望 控制不住 对对对 动物控制不住自己原始的欲望 我们可以理解 人控制不住原始的欲望 做出一些禽兽不如的事情 他们这种状况就是因为 他很难带着孩子再迈出新的一步 如果他可以的话 他一定不回头再要这个 曾经背信气的那种 只不过很难 但是因为难我们就要接受过去吗 因为难我们就让这个 背信气的人一定要回到自己身边吗 一定要生活的困难 因为再嫁很难 所以就原谅过去的悔恨 然后让爱情重来吗 我不这么认 马丁老师的话虽不好听 却可以直指人心 小雷当初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内心 到外边去沾花惹草 对待家庭妻子弃之不顾 还不给妻子孩子留一点生活费 这是一个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吗 夫妻本就是应该同甘苦共患难 可是小雷却在生活好起来之后 做出了抛妻妻子这样禽兽不如的行径 他只愿意和结发妻子共苦难 却只希望和别的女人同甘甜 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怪不得马丁老师如此坚决 希望小友千万不要原谅被信气异的丈夫 这时 一直沉默的图雷老师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抛妻是背叛 妻子是非人 这动物都做不到的事 所以说我根本不相信什么鬼迷心窍 鬼迷心窍可以说被狐狸惊迷了眼 可以抛妻 但妻子是我更在乎的这一点 当一个人本性有问题的时候 我认为他没有什么机会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不要说我看人绝对 我分析问题就是这样的方式 你可以原谅他背叛 但是有关于那些过往 那些弃死的那些过程 我认为丧失了人性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图雷老师的话说的对 如果说小雷抛妻这件事还可以原谅 那他自己的孩子又怎么忍心不要呢 常言道 虎毒尚不死子 身为妻齿男的他 又怎么会如此残忍的致亲生孩子于不顾呢 背叛结发妻子尚且可以说是道德问题 而抛弃孩子就真的是泯灭人性了 那么在听完各位老师的建议之后 小雷到底会不会选择原谅丈夫呢 故事的最后 小雷选择了离开 看来他并没有原谅丈夫的所作所为 希望他可以早日找到 在感情中一心一意的那个人 同时也希望小雷可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担负起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 故事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屏幕前的您对这对夫妻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妻事宁洲迺 照不容认